新城乡公所在今天下午2点办理了第一届的新城乡儿童滑步车两铁越野竞速赛 中共吸引了94名的孩童报名竞赛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新城乡公所在112年6月4号下午2点办理首届新城杯儿童滑步车两铁越野竞速赛 由维乐亚伦休闲运动工作室规划协办 更有新城市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梁聪明带领着志工们合力协助亲子活动 赛事分为8-10岁组、7岁组、6岁组、5岁组、4岁组、3岁组以及2岁组 报名是相当的踊跃 吸引94位孩童报名竞赛 前三名更有精美的奖杯 借此培养孩童运动的习惯 现场亲子超过300多人共襄胜举 非常颜统温馨 更丰富新城乡的幼儿运动 并且透过亲子滑步车的运动 让更多的亲子家庭走进新城乡 认识新城乡 创造亲子幸福家庭的旅游乡镇 花园圣 那个公所 第一个手势与办法动车的一个公所 如果办的有需要的地方也请大家见谅 从下活动就进行当中就大家注意安全 虽然是比赛 可是健康就好了 安全还是第一 新年下载何与台表示滑步车近期非常的流行 新年乡公所希望相信透过各种运动来增进健康以及建立优质的休闲环境 因此这次利用新城公园的步道以及草皮 步骤精美的赛场 活动包含各项孩童需要独立的越远路线 跑步加上滑步车的两铁项目当中 训练孩子们具有一定的体能 使得参与活动 每个选手们在家庭车员能够感受 滑步车运动所带来的健康效应和家庭幸福感 达到提升运动风气的效果 也让数百人亲子在赛事中建立情感 透过赛事享受欢乐幸福的周日时光 记者金红义新城相报道